這是關於錄音 關於載錄 關於去錄音室可以省錢 加速整個流程 或是自我實力的提升的一些簡單的看法 大家好 我是敵哥 不要緊急急 今天這一集 我們要來分享一下 今天要來分享說 錄音室你想要快很準 你想要做得棒 簡單的說省錢省事 錄得好 錄得棒 你該準備什麼事情 載錄到底是不是傳說 我們現在就來分享 大家好 我是敵哥 我們就不再見 哈哈哈哈 頂多前面做一下金華集 這種感覺 自己點點覺得很開心的部分 因為我改 我就是那麼任性 因為我喜歡的放在前面 我們先開始 首先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尤其我們今天講的都是 非商業樂團 你背後沒有公司撐腰 沒有合約 所以你不會有所謂 標配的整個公司包辦的流程 配給編曲師 配給製作人 魂音師錄音師 還有各種樂師 等等的情況 你必須要自己弄完 所以這種情況很可能 你是一個人 solo artist 你有可能是一個樂團 原創樂團 獨立樂團 我們原本講的概念是這個樣子 你就是自己嘛 你沒有公司 沒有資金 所以你就是朋友一起籌錢 一起準備好資金之後 好我們去訂錄音室 然後去錄音完 錄完去送混音 去送master 最後上架 看要做什麼樣的通道 管道這樣子 好那今天就會有個狀況 大家想法都一樣 我想要省錢 而且省錢不是說 省出品質有問題 不是 省錢是說 我想要不要浪費時間 在錄音室裡面空轉 有沒有辦法可以避免 有 絕對有辦法可以避免 而且這些事情大家都做得到 怎麼說 現在就要證明 非常感謝說 南編爾哥那一次 讓我有實際進錄音室 跑完流程 知道說整個過程是怎麼樣 也讓我更加的安心 可以來分享下面這一段 的故事這樣子 很簡單 尤其是你個人 當然 很簡單的定義取決於你的行動 不是說 你要躺在那裡突然間就會錄完 不是 你還是需要一些努力 但這個努力都是你做得到的 不是天方夜譚 不用買很貴的吉他 不用買很貴的樂器 花天價價格 去怎麼樣錄音室裡面 你一樣可以錄出非常棒的品質 甚至宅錄 所以今天我們來分享宅錄的必要性 跟宅錄到底跟線材有什麼關係 今天我們從宅錄開始 一樣全部我們按照步驟來講 光想像光講也都聽得懂 好第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在聽節拍器 或是你習慣了鼓主 還是你清楚你們的編曲架構 第三點是最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 為什麼要清楚你們的編曲架構 因為一歌是你們寫的 所以 這一段的節奏 開頭幾小節 前奏幾小節 有沒有其他的節奏的變 有沒有變拍 有沒有改變BPM 這個是基本的 對不對 副歌有幾小節 幾小節之後接什麼段落 啊什麼段落之後會接哪個段落 啊接Bridge 接哪裡 什麼時候接Solo Solo 多長 這件事情你應該要了然於心 你不能夠憑感覺 來做這件事 不然進錄音室就會完蛋 很簡單嘛 你還會緊張耶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就會完蛋 然後再來 我們講基準點 為什麼我強調 一直在分享 宅錄這件事情的 重要性跟必要性不只是重要 宅錄不是單純做Demo而已 宅錄是所有事情的準備 甚至我覺得宅錄比練團還重要 你說為什麼 很簡單 尤其對錄音這件事情來說 你在家裡能夠自己錄音 清楚整個流程 這件事無比重要 以下我們簡單來分享一下說 在家裡錄音的步驟 首先你會有電腦 當然不管你是用電腦平板 手機都可以 但是你會有台電腦 一個主要來記錄的工具 當然你有可能是手機 但最後我們進到編曲軟體裡面去 所以請務必你要了解 自己在用的編曲軟體的流程 是什麼樣子 什麼叫流程呢 沒關係 今天要用手機錄了一個音檔 只要那個音檔是準的 什麼叫準 彈的準唱的準節奏是準的 怎麼辦到這件事情 以下想看看就知道了 好來 錄完之後 你還是會回到編曲軟體裡面 不同的編曲軟體 不管你是Logic Protools 當然還有很多Live Everton 還有我們的 所有資源放進去裡面 弄出一個歌曲的架構來 compose 大概這個arrange arrange 編曲 compose是作曲 然後接下來 為什麼會講到這件事情 你會有個東西叫基準 什麼叫基準 節拍速度 就算 你的全部團員 是分開錄製 或是 你是個人 Solo Artist 所以你會找其他的 夥伴來合作 單曲的合作 專輯的合作 你還是會有一個 溝通的橋樑 為什麼 不管你人在哪 哪個地方 你是一起寫歌 分開寫歌 還是你寫歌 由其他人來協助你演奏 做錄製 答案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 你的BPM 你的解拍 跟你的整個 groove的進行 律動的進行 不會變了 如果你的44拍 他的43拍 有一樣嗎 不太一樣 技法上不一樣 但結果上應該要一樣 你不會說奇怪 他你就很明顯 在跟他在不一樣的拍子上面 那就一定有一個人的錯的 那如果五個人都在不一樣的狀態下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辦 奇怪了 那問題來了 是你溝通的方式不良 還是你的 寫的段落錯 你節拍寫錯了 小結束寫錯了 和弦進行寫錯了 旋律線寫錯了 拿錯譜 對不對 很顯的 聽起來很可笑 但這件事情可以大譜結成你在進錄音室之後 的這個段落 當然有些製作人會協助你做這個preproduction 就是在前置的這個作業 先整個把你搞清楚你們到底在做什麼之後 是不是大家的共識中 前作都長這樣 副歌都長這樣 主歌都長這樣 solo都長這樣 那小結束都一樣 BPM都一樣 哪邊要變化哪邊要怎麼樣 大致上的音色 大致上的拍點都一樣 旋律是對的 Key是對的 怎麼樣之類的 聽起來很好笑 但這件事情 真的可以 幫助你在進錄音室的時候 省下大幅的時間 就算你是去朋友家裡錄音 或學長家裡錄音 哥哥家裡錄音 之類的 或者是你自己帶來別天去電團室錄音 都是一樣的 你要先知道這些事情到底要怎麼進行 就像你如果根本不知道這部電影要拍什麼 你說我今天導演我要來拍 或是我是演員我要來演你要怎麼演 每個人都在做不一樣的事情 你要怎麼把合在一起 你要有談論的基準 這個基準 你說他聽起來很可笑 啊笑話 BPM不就看你訂多少BPM 小結要多少小結 真的嗎 哈哈 如果是這樣為什麼會有人浪費錢 為什麼會有人花了大筆錢 就做不出想要的成果 大家的認知有出入 或是從頭到尾在溝通的工作就沒有做好 聽起來都很諷刺 但是誰會沒做好 那實際上 就跟 啊玩樂團不是很簡單的 就五個人加在一起 或是三個人加在一起 或是兩個人加在一起 然後就一加一大於二 喔所以五個人加在一起會大於十 喔之類 不是很簡單 為什麼 很多時候 沒有辦法符合我們預期的結果 結果 原因是因為這樣子 當然那個台灣到我們的合作 我們的理念 我們的創作 我們的風格等等 撇除那些事情之外 到底你這首歌要怎麼做 就是在剛剛這個階段裡面 我們應該要解決的事情 解決完了再進錄音室 快很準 真的可以解決 喔 更別說你還要花很多時間調音色 對不對 調到你理想的音色 用哪一顆小鼓 哪一顆大鼓 怎麼樣的收音 吉他哪一顆音箱 哪一把吉他 哪一支麥克風收什麼樣的地方 Pream Compressor EQ 簡單的稍微提一下 Vocal也是啊 哪一支麥克風 你要配怎麼樣的signal chain 你的訊號鏈要長什麼樣子 錄進去的感覺 你的聲音的特性 你該怎麼樣來定調音色 你需要截取 Capture 截取到什麼樣的聲音 對這是重點 你可以截取到一個 跟你現在講話聲音 很不太一樣的聲音 但那個效果如果是你們要的 OK 那你成功 但那個結果到底是 你需要探索 你需要討論 你需要決定 這件事情 所以才說 這個人 這個混音師 這個錄音師 我們合不合 是不是結果他能夠給我 我想要的結果 那實際上真的是好的 所以可以討論說 你跟製作人合不合 這位製作人適合你們嗎 這是一個問號之類的事情 我們就先不談 後面什麼拍MV之類的事情 錢 但是前面的音樂先做好 後面相關的宣傳行銷 等等的事情 那個才有意義嗎 不然音樂本人就出了問題 你要身為一個音樂創作者 最重要的 呈現的媒介出問題 那你到底要來分享什麼東西 在這個情況下 你要花更多資源去 盲目不太好聽 但這是事實 去盲目的行銷 或盲目的花錢廣告 可想而知結果一定會不太好看 大概是這種感覺 所以我們在講前面這個段落 你如果沒有錄過音 坦白講真的很危險 你好歹也說 好我說 假設說我說 其他團員都很爛 但是我最厲害 那 你有沒有辦法真的錄進去 在最終的音軌裡面 OK定案 你有沒有這個把握 那個把握不是用寒流 那個把握是你要拿出那個成果來 為了這件事情 我開始自己彈Bass 我開始自己學習如何使用鼓跡 如何打鼓 至少用手指打鼓 打完就知道有沒有打對 這件事情聽起來 誰不知道 很簡單嘛 照給我看 對不對 大概這種感覺 所以學監聽喇叭 為什麼 我要聽到更精確 甚至你說更為長遠來安排 進錄音室的準備 有說話之後 回到前面那一點 你說 接拍器要誰不會聽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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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OK 那4分音符 8分音符 噗 3連音 16分音符 32分音符 之類的 有沒有差很多啊 但你到底編排你要什麼樣的內容 講清楚不要說 你以為是這樣 他以為是這樣 他以為是這樣 這樣就完蛋了 哪怕只有你自己以為是為什麼你進去錄 錄那結果看的很好笑 哪怕你是個人彈唱 或是你找人家幫你彈 奇怪為什麼都唱不進去 或是你去現場邊好像還可圈可點 一進錄音室奇怪怎麼錄 結果聽起來都跟你腦袋中想的不一樣 就是發生在這件事情上面 你覺得你grooving很棒嗎 你的律動感很棒 但為什麼錄像好像走 就是搶拍 不然就蠟拍 你覺得自己唱的陰陽頓挫 然後不曉得結果都是走音 或者搶拍 或之類的事情 失誤 我算還會忘死 很可怕對不對 聽起來那麼好笑 但實際上多或多或少會發生 你要降低這件事情 就在前置作業把它做好 做好什麼 練好 但是這個練好我只要講爛 真的講爛 我講的練好 是你自己能夠在家裡自己把那個歌還原 聽起來有天方夜討知道 但你至少得起碼不能說我是彈吉他的 所以我不管鼓手跟貝斯在做什麼 然後你盲目的相信 啊我走進錄音室裡面一定可以 怎麼 one tag 一次到位 一鏡到底 這個叫吃人說夢 我自己寫的歌 到現場之後 你還是會想說要 能不能有限範圍裡面 做一些更好的發揮 可是鼓主跟貝斯已經定了 欸對不對 他總會有一個先後順序 就算你吉他先定 你還是會有一個固定的節拍啊 後面要加才加得進來 那或者我個人比較喜歡做法 我喜歡先決定鼓的Pattern 鼓主的律動 鼓主的進行之後 我再加入Bass 最後再加吉他 甚至鋼琴 弦樂其他 接下來再加人聲 Vocal 或甚至吉他Solo 最後才錄 因為整個架構已經確定了 不然你現在很爽的錄完一段 吉他Solo 結果跟整首歌怎麼搭都搭不上去 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或是你覺得你唱得很棒 但是跟整首歌感覺好像分離開來 莫名其妙 或是怎麼聽反正就是不在拍子上面 為什麼 對不對 為什麼 所以我覺得自己 能夠載錄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如果各位朋友想要知道 到底載錄在做什麼事情 如何可以把載錄做好 做到什麼樣算好 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改天我們再另外拍一集新的節目 來討論這件事情 但今天我就想要分享一下說 有辦法用這些簡單的舉例 喚起大家的警覺心 你就可以省一些冤枉錢 在實際上進錄音室的時候 因為進錄音室真的你要做的事情 是你要決定你的音色 你要錄音的時候 你的音色到底該長什麼樣子 這還不是混音的階段 先決定你想要呈現的 盡可能接近理想的音色 你要怎麼去捕捉這個音色 然後 記錄在電腦中 之後再做混音 至於這個音色跟其他的樂器 有沒有非常搭非常合 這個牽涉手層面有點多 不管是編曲還是作曲 甚至是後 後續的混音 但是這個不要給自己找藉口 現在 基本上我們能夠大多數 99.99人 所使用的音色或喜愛的音色 編曲那個混音師 Mixer都有 Mixing Engineer 都有辦法 Handle 甚至說那都是雞毛賺品 你不是用什麼很了不起特別的音色 不好聽 這是你的問題 不是混音不好的問題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不是什麼 錄音室器材設備不好 不是 真的不是 啊什麼錄不夠大聲啊 什麼不是正空管啊 什麼 不是單線圈啊 什麼之類 都不是那些問題 單純是你談的爛而已 混音能夠解決的事情 但不代表能夠把畫膚朽回升級 它可以幫你錦上天花 畫龍點睛 但不代表可以幫你畫膚朽回升級 這是一點大家要有共識 不然就是盲目 不把責任丟給別人 那這件事就很莫名其妙 對吧 然後這件事情 我能夠提供的心得跟經驗是 宅錄的 很快樂的事情是你能夠更加謙虛 虛心的 去 進行 真正實際上的錄音或演出這件事 你說為什麼 因為 因為這句話聽起來很 很 很模糊 很抽象 就是說 你能夠知道自己在幹嘛 這件事情 比方說 我說 我的節奏感很準 我假設我們這邊設我彈吉他 我的節奏感很準 很簡單 那我就這樣表現出來 我跟鼓跟貝斯可以咬在一起 有一個很棒的互動 很簡單吧 都會聽起來很簡單 不是 哦 我很會說囉 那意思是什麼 我可以跟鼓吉他貝斯 跟全部的伴奏 節奏 合在一起 聽起來那麼簡單 不要落拍 不要走音 不要彈錯 不要失誤 不是那麼簡單 那幾個人做得到 就是另外一個故事 有一個基準 那很簡單 我今天題目自己來定 我想要練功 很簡單 試試拍的最簡單的鼓 配正動子 踏子動子 踏子動子 踏子動動 踏動子 踏子 之類的 射進來 先想辦法把那個東西做出來 不要直接用預設直接拉上去哦 因為那個最後你還是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為什麼那個鼓要打這個 為什麼這一拍是大鼓 為什麼小鼓在這裡 為什麼這樣子是這樣子的感覺 這聽起來這麼簡單 但它就是導致一切結果的真正的原因 先不要再扯其他的陰桿什麼之類 我陰桿很好 那個都是吹牛在用 這陰桿好的 誰會說這陰桿 那陰桿好的 花多少時間苦練 你以後算進去的嗎 還是沒有 拿來吹牛拿來嘴炮用的 不是嘛 而且拿到鼓就這樣子 好 那只有鼓哦 其他能不能彈進去 不行就是我爛 行面對這件事情 可以 那不錯 我有一個比較基準點 那接下來 不要再扯他貝斯的時候 怎麼樣了 或是 來錄貝斯的老師 或是你要能夠 指責他 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在幹嘛 或是知道他在幹嘛 你才有辦法說 欸不對 你彈錯 或是你在干擾我 但這種情況應該是少之又少 但是 你能夠知道這件事情在幹嘛 或是你的團員到底有沒有彈錯 還是有沒有摸魚 有沒有鬼混 還是有沒有造成干擾我 彈性的花俏 不管哪個樂器 不只不只其他貝斯 所有樂器都是 甚至人生本身也是 你有沒有 各司其詞 流出空間 哦 這個很常聽大家講 互相流出空間 哦 做好什麼銜接的角色 大家都能會講 幾個人做得到 是吧 概念大家都很清楚 就跟大家說什麼 啊 情侶之間就是互相尊重 這個大家都很會講 所以 幾對情侶真的做得到 要彼此傾聽啊 改進一起成長 有點直接 但是我 這是我心中想到最直接的話 大家都能夠體會 是不是 有時候都會有一些 講一套做一套 口是心非 或是那個什麼 那個心有餘力 或心有餘而利不及 之類的感覺 按照這個邏輯 大家都出神 大家都創業家 大家都知道 哦 你這樣 鼓講句笑話 股票就是 低的時候買 買低 賣高 一定賺錢 廢話 然後呢 你做得到 你等得到嗎 你有那個耐性嗎 你等到那一天嗎 或者你會心急 就趕快出掉出掉 哦 一開始跌就 趕快趕快賠錢了 從 永遠都是被人家割韭菜 奇怪 從來沒賺過錢 大家都能夠體會 創業那麼簡單 那大家都來創業啊 你也來創業啊 啊 這個 就是要有獨特性啊 要建立市場的口碑啊 很簡單 大家都會講 那實際上幾個做得到就不知道 做得到跟你有沒有事業成功 那個又不是正相關 但是如果你沒做到 通常會很淒慘 大概是這種感覺 哦 又定立市場的獨特定位啊 什麼之類的 藍海市場 大家都知道 但實際上怎麼實行 實行之後效果如何 啊 就算真的 所有都做到位 會不會獲得 顯著的成功 跟顯著的成果 不一定 大概是這種感覺 但 不要可以自己找藉口 回到剛剛講的那一點 大家都說自己節奏感很棒啊 大家都說自己音感很棒 啊怎麼出來結果不是那樣子 就一定有人放槍嘛 還是大家都放槍 你總要有一個標準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錄音錄進去就 展露無遺了 還是你要說 啊今天我肚痛 啊今天我手痛 今天我騎車摔車 今天我昨天喝太多 有沒有在鳥藉口 還有什麼 昨天分手 我昨天跟前女友吵架 我昨天 我昨天跟家人吵架 我昨天跟上司吵架 我昨天跟打工地方老闆吵架 都一百種 一千種 不管影響心情 生理什麼 什麼藉口我找出來 結果就是 你做不到 這是事實 他做不到 我做不到 之類的 變大爛鬥 而你怎麼不體諒我 不體貼 不會替人家想 不管哪段關係 都會有這種情況 請不要再找藉口 至少在我們自己身上 你要能夠做好這個八關 所以你 彈Keyball 彈鋼琴也是嗎 不要在那邊繼續砍頭 啊我沒有必要會啊 沒有沒有 你真的有必要會啊 你有必要會 同時你還可以抓出誰在鬼混 對不對 那簡單的邏輯就這樣 而且你 每多學一樣 你會更加的謙虛 你會知道說 啊原來人家厲害在什麼地方 不是 他真的節奏感很棒 才有個基準嘛 不是說他每天都吹牛 我今天都感很棒 我很會速彈 我很會彈什麼 我怎麼 基準在哪裡 基準在於你會 而且那個會是有標準的 有一個依靠 不是說你單純覺得你會 要不然大家 每個雷包都覺得自己很會啊 每個雷包都覺得自己很型啊 啊怎麼出來真的是雷 玩遊戲也好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carry 不知道現在還沒用這個詞 還是有點老了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carry啊 誰會說哦我很雷 沒有吧 大家覺得之前carry是隊友在雷啊 就這種情況啊 那重點是什麼 你要憑什麼依據 來說 你是carry 人家要雷你 所以 害你打輸 而你如果真的carry的話 你早晚都會贏回來 然後這個 這不變定律 所有遊戲就是這樣 運氣不好 配到雷隊友 OK 但你只要配到中等的隊友 不用到超carry的 中等 你就會贏了 你只要雷包的比例運氣 反正那個比率啊 樣本一高 雷包終究是某一個比例而已 但如果你本身就是那個雷包 那你當然一定排名會有下降 所有遊戲就是這個樣子 哪怕是讓 自己打天梯的也是 奇怪 為什麼我越打分數越低 因為你爛了 講個笑話 以前我跟我大學的室友 雙排 也跟他說 你不會玩了 我帶你 奇怪 跟他打越打越低 後來我單排 然後自己打 奇怪越打越高 誰的問題 他的問題 但你要有個基準 很簡單嘛 就是這種概念 回到音樂上 樂器上 哦 你不要說什麼 哦 你平常到底有沒有在聽節拍戲 聽節拍戲不是說 有在好像自我安慰 哦 我有在聽節拍戲練琴 聽節拍戲錄音啦 錄進去就好 來錄給我看 你只要可以做到 OK 你就有一個基準了 頂多可以說 你的不夠靈活 你的不夠有feel 一點點 可能百分之九十五跟 九十九 九十六 之類的 但是如果你不會的話 可能就五十六十分都不到 的那種感覺 你連及格都做不到 哦 就不要談什麼什麼 有沒有feel的那種事情 那只要找藉口而已 或是你有平常有沒有戴耳機 錄音 耳機放在房間裡 哈哈 或是至少聽監聽喇叭 錄音 你只要能夠做到其中一種就好 不要再砍拖什麼 哦我都沒有 不會 你沒有監聽喇叭 你也有耳機 不要騙人 誰沒有耳機 對不對 AirPods也可以 不要砍拖了 這真的可以哦 哈哈哈哈 真的可以 你有沒有戴過 還是你只覺得 哦我一定可以 完蛋 你絕對 絕對完蛋 平常練習就是 那個手機放音樂 然後跟著彈 那一整 完蛋機率很高 因為很常的情況是 你彈錯到你沒有發現 沒有記錄下來 沒有直接同步播放的比對 哎呀這邊快的啊 這邊慢的 這邊彈錯 沒有嘛 所以你會覺得 哦自己彈的好像都是對的 因為你只聽過去 但好像都是對的 那為什麼你去表演 然後覺得你要彈的很爛 因為看得出來嘛 練團的時候 大家覺得你彈的很爛 但是你覺得自己彈的很棒 因為你根本沒有在聽嘛 哦很像這種感覺 但今天到底是別人誤賴你 還是你誤賴別人 就要有證據 他這個證據就是 死戰 錄下來 錄進去 做到 就沒有人可以 怎麼講 抹黑你 有這種感覺 你沒有在聽耳機彈琴習慣 欸講說錄音 不是彈琴哦 欸錄音 不然就算你耳機放歌 好對不對 耳機放歌 不然放樂團的歌 還要放你喜歡的歌 換歌 我來自己看 你要接parking 還什麼之類 邊彈 很容易就會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也是沒有記錄下來 沒有證據啊 所以為什麼 當初我會拍很多 花很多時間拍影片 拍一刀未檢 拍一鏡到底 拍各種 其他效果器的實驗的全紀錄 我要給自己一個挑戰跟契機 去紀錄 然後呈現出來 你就很顯然嘛 不然你就覺得自己彈得很棒 別人覺得你彈得怎麼樣 這樣來公諸於世來看看嘛 所以你是發揮比賽 讓評審看看 每個評審都看 都看你不爽 每個評審都走後門 每個評審都內定 我是不相信這個世界那麼黑暗 呃 如果死我也沒什麼辦法 但至少 你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再講後面來的事情 不是嗎 你不能從頭到尾自己 爛爛徹底 然後砍脫 都是這個世界黑暗 導致你懷彩不遇 你沒有才 哪來的懷彩不遇啊 是吧 就是你錄音 戴耳機錄音 錄進去檢視一下 欸問題在哪裡 為什麼你感覺是對 但錄出來感覺是錯的 你才有一個比較的基準 跟可以修正的方法 欸有些段落真的是對的 但是有些段落是錯的 那為什麼 是你的 敢聽覺 還是你意為怎麼樣 還是你怎麼樣導致你搶拍 怎麼樣導致你落拍 怎麼樣導致你失誤 你才有辦法可以改進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 老生常談 但這真的是 你可以大幅節省錄音室經費 或是演出順暢度 跟別人的合作的 的這個潤滑 的一個重要契機 因為你把自己的功課做好 我覺得你做好這件事情 才叫真正的練琴 不然你練琴就只是好像自我安慰 像那個說我練了很多音階 我練了很多速彈 我感覺我可以彈很快 我可以彈得很兇狠 真的嗎 試看看嘛 錄一下 彈一下 拍一下就知道了 不然你永遠都覺得自己錄得很 你自己彈得很厲害 人家看不起你 很奇怪 奇怪你在那麼厲害 為什麼大家都看不起你 不得而知 真的不得而知 不知道耶 奇怪 為什麼人家都覺得你彈得很爛 不知道 大概是這種感覺 試看看嘛 有個證據 有個佐證 你就會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錄音錄影 是一個很好的記錄工具 它不單純是一個練習 它是真的可以實戰的 或者你簡單嘛 你放個backing track 不管你就放program 你就放鼓主 你就放media 你就放什麼都好 放preset 啊 甚至你不要騙我 MacBook裡面 甚至你的iPad裡面 Grudge Band 直接放 人家有預設好像鼓主 我們做創作 不要用那個可能練習的時候 學習的時候很適合 BPM訂好 你要打多複雜 多簡單 怎麼樣的變化 不同鼓手的個性 不同鼓主的音色 很抱歉 它就是有 你還可以自己設定 簡單 複雜 輕柔 強烈 裡面都有 不要騙我 你沒有看過 據我所知 啊 持有這個 MacBook iOS Mac i... Mac OS 我Mac OS 就是iPad OS 的人多的是 比我想像多很多 我是很後面 今年才真正有一台 MacBook才知道說 原來那麼好用 裡面還有很多很棒的 樂器 不管是用鍵盤彈琴 這些搓螢幕之類的 還可以修改MIDA 超棒 對不對 各種鼓主 你可以練習 不要再砍脫了 試看看嘛 如果你說要練 至少跟著那個練 我覺得會比較有一點依據 最好你還可以錄下來 一清二楚 就要你不公諸於是 你自己有一個比較基礎 我覺得會是一個蠻良好的情況 這樣子 感謝 大家今晚的收聽 可能就是我一些簡單的潛見 然後很開心聊了半個小時 差不多相機要自動停止錄影了 這樣子 感謝大家收看 我得告老百在乎 這是我今天的一些分享 就是關於錄音 關於載錄 關於去錄音室可以省錢 加速整個流程 或是自我實力的提升 的一些簡單的看法 感謝大家收看 我得告老百在乎 我今天喝威士忌喝得很開心 這樣子 在套冰塊 我心情很好 哈哈 新擺了杯子 新的開箱 我自己拍得很開心 對不對 至於漁人 練習學習的同時 也讓自己感覺到快樂 感覺到滿足 好 感謝大家收看 我得告老百在乎 拜拜 我得告老百在乎 希望說 今天的頻道的節目 希望說今天節目 我給你一些幫助 對你來說有些幫助 喜歡的話 歡迎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感激不盡 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一個鼓勵 我會繼續加油 製作相關優質的內容 這樣子 我得告老百在乎 拜拜